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开了一家小面馆,父母嚷着要过来帮忙。 可是自从父母来了以后,生意一落千丈。 他们似乎总在帮到忙。 顾客吃个蒜,他们嫌人家吃多了。 顾客积分换礼品,他们阴阳怪气。 顾客要开空调,他们对顾客就你金贵。 他们甚至试图收集剩饭剩菜,企图再利用。 起初,我以为他们只是好心办坏事。 直到,我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老头子,我们这样干是不是不好啊? 有什么不好的? 一个两个客户的又不要紧。 半夜,我关了面馆后,回到家便听到了父母的私房话。 听到他们是在讨论白天和顾客吵架的事情。 我准备进门去安慰一下他们。 哪知道,不能让他生意太好。 要不他翅膀硬了,不管我们了怎么办。 你没听到前天还有人来找他弹开分店呢? 等他有钱了,还会这么听我们的话吗? 什么他开的店? 一个丫头,他配吗? 那是我老郭家的店。 一个丫头还想上天啊? 当然,现在还是得把他稳住,让他再多赚几年前,这样我们和剑帮的后半辈子才有着落,剑帮还没娶媳妇呢。 一番话,信息量太大,五雷轰顶的我好半天都没转过弯来。 随后,我看了看手上给他们带的夜宵,暗自嘲笑自己,转头把夜宵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原来他们不是不知道这样对生意不好,而是想要绑我在身边,把我压得不得翻身,从而一辈子为他们卖命。 我这个面馆已经开了有五年了。 当年被父母篡改了高考志愿,所以只能上一个大专。 上完大专以后,因为专业限制,没有找到好工作。 后来在酒店帮忙的时候,那个大厨人很好,交给我一点做面滴手艺。 我就凭着这点手艺,在自己琢磨琢磨,便开了这样一个小店。 因为小店面好吃,分量又足,又舍得给各种小料,收拾得又干净,所以开业以后一直很受欢迎。 每天早高峰的时候,门口都排很长很长的队。 起初我雇了几个人来帮忙,后来,父母打着要给我节约成本的旗号,让着要过来给我帮忙。 我想着父母终归还是比外人好,便答应了他们。 哪知道,他们来了以后,小店的经营却开始乱套,客户投诉也越来越多。 顾客稍微多加了一点小料,我妈就会在旁边说,这都是我们要拿钱买的呀。 顾客有小孩,要了个小碗或者筷子之类的,他们喘着大气说,我的天啊,两个人用了三双筷子,就吃了一碗面。 我做活动,吃面送鸡蛋,顾客不要他就不送,顾客要了,他白脸子,恶狠狠地把鸡蛋甩进面里,有点子乱飞, 好像别人捡了他好大一个便宜。 甚至他们还会专门盯着纸巾,嘱咐客人一次只能拿三截纸。 后来发展到,他们推了专门给我送小料的商家,自己去菜场买些便宜不新鲜的小料, 香菜叶子是粘的,小葱叶子是黄的,以至于那天做出来的面味道都不对。 不到中午,他们不让开空调,不到天黑,他们不让开灯。 在店里几乎每天都和客户吵架,还要美其名曰是节约,是为了给我省钱。 自从他们来了以后,生意便一落千丈,好多老顾客都不来了。 而今天白天的事情也很简单,那也是一个老顾客,六十多岁的小老头,吃面喜欢就大蒜,还爱喝点酒。 每次来,都会点一大粪面,倒点酒,就点蒜,悠闲地吃吃喝喝。 就这样,每天必到,已经吃了有两三年了。 而咱们家的大蒜,也一向是直接放在一个盘子里,随便客户拿的。 就在今天早上,这个小老头一进来,我妈虚得一下就把大蒜盘子给收起来了。 小老头问他要,他一边懒洋洋地擦桌子,一边阴阳怪气。 没有了,天天哪有那么多钱买蒜啊? 是来吃面低,还是来吃蒜的呀? 每次来都做半天,空调不要钱啊。 小老头面子挂不住,今天连酒都没开,三下五除二便把面吃完了。 等到走出门,我妈又追着出去问,你给钱没有啊? 小老头还是忍着怒气给他看付款记录,边翻手机边往我这里拾眼色。 我明白这意思是让我管管,还没等我走上前。 我妈就把抹布一甩,指着小老头的鼻子骂。 你眼睛往哪瞄呢? 你个老没正经的,是不是勾引我家姑娘呢? 听到这话,小老头再也受不了冤枉,在店里和我爸妈对骂。 临走的时候还催了一口,以后再也不来了。 就这样,我损失了一个两三年的老客户。 我也觉得他们的行为不妥,但是当时看他们俩也气得不轻,不好说什么。 所以特意买了夜宵,准备下班和他们好好聊聊。 不想,却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真心话。 我内心酸楚,怪不得,当初初中毕业,他们就不想让我再继续读了。 如果不是因为成绩还行,学校老师也力挺,估计我也就是个初中毕业。 后来高考的时候,他们还篡改我的高考志愿。 明明可以上一个外地211,最后却上了一个本地专科。 以前我不懂,怎么也想不明白,难道不是我成功了,他们更有面子吗? 现在想想,有答案了,一切都是因为我这个丫头不配。 我只配待在他们身边,给他们洗衣做饭,赚钱养家。 学业丰收,事业成功什么的,和我没有一丝关系。 他们不是生了一个女儿,而是免费得了一个丫鬟。 一个丫鬟还想飞上枝头做凤凰,主人怎么会容忍呢? 我冷笑,我不是丫鬟。 第二天,还没等我走进面馆,迎面便走来了我请的服务员小陈。 小陈是一个23岁的女孩子,很勤快,有点小洁癖,一直都把面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而她也是在经过我父母的各种挑刺之后,唯一剩下的员工。 眼前的小陈现在也脱了工作服,一脸的怒气,拿着包包正走向公交站。 我叫住她,她看到是我,脸色放松了下来,但是马上又被怒气遮盖。 询问下,果不其然,小陈也被开除了。 据她讲,今天早高峰结束后,她打扫完了桌子和地面,便坐在一边休息一会儿。 只坐了不到五分钟,我妈便走过来,叫她干活。 在小陈声明活都干完后,我妈说没有搞干净,叫她再干一遍。 我想着出来打工,做就做吧。 哪知道等我重新又打扫了一遍后,你妈居然故意把香菜叶子往地上撒,说这里又脏了。 健兰姐,没这么侮辱人的吧? 我知道,你妈是觉得我拿了你们的工资,就该给你们干活,看不得我坐那休息一分钟,但是干活也是有限度的。 健兰姐,你是好人,但是你的爸妈,真的不行。 分开之前,小陈深深看了我一眼,憋了半天终于说出口,健兰姐,你的爸妈都是在帮倒忙,再这样下去,你的面馆会倒闭的。 我拍了拍小陈的肩膀,表示自己心中有数。 回到面馆,我便开始发难,语气生硬。 爸妈,你们都回去吧。 我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一脸不可置信,什么? 我们回去。 哼,就为了小陈,那个丫头骗子啊。 我爸也哼了一声,弹了弹烟头,全然不顾,烟灰已经落在了面前的佐料里。 那丫头对你妈不敬,还偷懒,我们把她赶走怎么了? 我冷笑一声,呵,还不敬。 当你们是皇帝和皇后呢? 说完,便把落了烟灰的佐料倒掉,准备重新做一份。 似乎没想到我会回怼,听到这句话,我爸怒了,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好管了。 她伸出手,就想打我一巴掌。 我脸色不拒,打呀! 垫子黄了,你们都去喝西北风。 我明白,他们虽然不想看我生意太好,但是显然也不想我倒闭,毕竟我这每个月还给着他们钱呢。 我妈冲我爸使了一个眼色,制止了他,脸色柔和下来。 我说贱男啊,现在小陈走了,你开店,不能没有帮手啊。 说完又开始老一套抹眼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一心为孩子好,结果孩子还嫌我们碍事。 我们大老远从村里过来,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啊。 听到经典的为我好,我心里冷哼一声,装着被说动的模样,嘴上开始服软。 爸妈,你们想哪去了?我不是要赶你们走,是让你们今天先回家休息一下。 店子今天不开门了,我约了人来谈开分店的事情,今天应该会定下来。 爸妈两个人偷偷对视了一下,开始脱围裙,同时还默契地拥了一下嘴。 我了然于胸。果不其然,等他们走后,没过一会儿,我那个好吃懒做还烂赌的哥哥就来了。 我这个哥哥,郭建邦,比我大五岁。 是家里的土皇帝,一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不做任何家务。 而从小我就站在板凳上,开始做一大家子的饭菜。 一年四季,家里的衣服也都是我洗,大冬天小手动得通红,还在用力凝着厚重的冬衣。 他则躺在一边,看电视打游戏,时不时指挥我干着干呢。 对于他的行径,父母一向熟视无睹且纵容。 有一次,我做饭的时候被开水烫伤了,饭没及时做好。 妈妈回来就直接扇了我一个大嘴巴,骂我不成气,一点饭都做不好。 后来我摇摇晃晃着把饭菜端上桌,等一家人开始吃起来后,我才在厕所冲着被开水烫得起泡的小腿。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爸爸是老爷,妈妈是夫人,哥哥是少爷,而我则是伺候他们的丫鬟,牵了卖生气的那种。 和丫鬟不同的是,我一边包揽着家里的所有家务,一边还被扑得希望干得好能得到他们的表扬,以此来汲取那一点不像样的亲情。 我想要逃脱这种生活,后来高考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特意报了一个外地的大学,以我的成绩,可以上一个中流211。 然而,我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我的录取通知书,直到八月,才等到了我的专科录取通知书。 我傻眼,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父母改了我的志愿。 他们当时说是不舍得我离开家太远,所以干脆就在本地上个大砖算了。 当时,我还有点感动,以为父母是真的舍不得我。 可我现在明白了,当年我真的是圣母上身。 他们嘴上说着不想我离开,实际是想我在家给他们当牛做马。 毕业后,他们也从来不给我安排相亲,以前我以为他们是爱我,还嘲笑那些被逼婚的同学。 现在才发现,不安排相亲是因为丫鬟不配。 他们有的时候言辞激烈,有的时候也会合颜悦色。 不得不说,他们掌握的度很好,既没有让我对他们生出滔天的恨意,也没有生出十足的爱意。 他们就这样手中拉着一根线,让我可以飞起来,但是既不想我飞得太高,也不想我飞得太远。 刚刚好,就是压得我不得翻身而已。 可能是在我面馆开始挣钱后,他们有点慌,所以才想要来我这里帮忙,以免我翅膀变硬,飞得太高,逃脱他们的掌控。 他们想要继续绑着我为他们卖命,做他们一家的大血包。 而我这个哥哥,则不学无数,从小连袜子都没洗过,内裤恨不得都是我洗。 整天打牌闲晃,没钱了便往我的面馆里扎,直接把抽屉里的钱拿着就走。 此刻,我的哥哥,正坐在一边,假装喝水,实际却竖着耳朵开始偷听。 我正在和我的好闺蜜苏黎,同时也是我分店的合伙人讨论开店的事情。 苏黎哀声叹气,似乎很不看好分店的发展。 那边周围小区还没入住,不知道人流怎么样。 房东那边要价又高,砍价也砍不下来,现在生意又没有以前好了,这要开分店怕有点难。 听到我开分店困难,郭建邦脸色带喜,我犹豫到,有没有能减少资金压力的方法呀。 苏黎想了一会儿,开口说道,那可以去做加盟店,外面有好多的面品牌在招加盟商,十万投本就行, 其他的品牌来搞定,还负责培训、送货、装修等等,选职也可以帮忙,没有卖出去的货还可以回收。 听说这个品牌的上一个加盟店,一个月就回本了,郭建邦在旁边听得眼睛一亮。 剑鱼已经上钩,我贾义和闺蜜又讨论一会儿,便把他送走了。 等我回到店里,郭建邦便走过来,眼睛长在天上,你们说的那个加盟店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但是我怕呀。能力不够,现在店子生意不太好,看来分店是无望了,我难过地摇了摇头。 郭建邦吃了一声,你,肯定不行,说完呵呵笑着,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手一背,吹着口哨就走了。 看到他的眼神,我有点不适,但是很快又摇了摇头,摆脱这种不适,赶紧又把闺蜜喊了回来,重新商量分店的事情。 没错,加盟店的消息,我是故意透给郭建邦的,我知道他肯定会回去找父母要钱。 他成不成功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可以分散我爸妈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再关注我。 而我则可以趁这段时间,抓紧把分店开起来。 他们不想我翻身,我偏要翻给他们看,翻到挣脱他们的束缚。 等我回到家,果然郭建邦罕见地没去打牌,反而和父母在商量着什么。 看到我回来,郭建邦并没有改变口气,满是对我的不屑一顾。 爸妈,我要做的话,肯定比郭建南做得好。 老问他拿钱干什么,我自己做呀。 郭建南,我的姓名,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建设男人的。 父母还有点理智,虽然很宠郭建邦,倒是很清楚他的能力,一直犹豫着没有松口。 郭建邦急了,爸妈。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娶媳妇,每次别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指望郭建南那个面馆,我什么时候能娶上媳妇啊? 我妈嘴快,钱其实有的,就是人家没看上你。 我爸在旁边咳嗽了一声,我妈立马闭上嘴,瞅了瞅我,心虚地低下了头。 我脸上不显,心中却在冷笑,钱肯定是够的,从前我拿回家的钱都足够买一个小户型和一辆小车了。 只是郭建邦一直没找到人结婚,我妈又老在我面前哭穷,他们不敢公开财务状态而已。 爸开口,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建南的面馆就是你的,这个家都是你的。 你要开面馆,你就把建南的拿去开呗。 对哦,丫鬟的东西就是该主人随便使用的。 郭建邦铁了心,我不要他的破垫,他的垫子都快被你们折腾黄了。 我要自己开垫,看吧。 郭建邦从来都不忌讳在我面前讲什么,毕竟我是他的丫鬟,一个丫鬟要什么尊严呢? 看郭建邦坚持,再联想到我今天早上的叛逆行为,父母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我爸谈了谭烟灰,也对,丫头终究是不成器的。 只能做做饭,洗洗衣服,做生意还是要难得来。 我妈则冲我开口道,建南啊,你哥开店,你得拿点钱吧。 我摇了摇头,妈,我没钱了,这几个月生意不好,你知道的。 我说的是实话,也是事实。 妈很清楚我的财物,没在逼问,点了点头,回到房里把存折递给了郭建邦。 隔了几天,我的店子旁边便开始装修了。 我不知道郭建邦是开的什么店,但是这个店面选的还是很大的。 看规模,并不像是一个纯粹面馆的样子,倒像是一个综合性的早餐美食店。 我妈整天过去看进度,指挥着工人干着干哪。 有的工人会瞥他一眼,然后打电话,挂了电话后便是一副奇怪的样子。 见工人对他不敬,我妈就和那些工人对骂,我哥马上冲过来把他拉回来。 妈,我这是家萌,装修都是统一风格,你别瞎掺和。 我妈转怒为笑,好好,妈不掺和,你自己弄,晓得你出息了。 郭建邦笑得很嚣张,述说着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 我爸之前还残存着几分理智,但是看郭建邦干得有模有样,店铺的装修也是很正常,便打消了对他能力的顾虑,脸上堆笑,开始讨论着生意经。 儿子,我跟你说呀,这做生意,千万不能投机取巧。 既要做得好吃,分量也要给足,千万不能缺金短两。 服务也得跟上,特别是老顾客,一定要招呼好,那都是你的财神爷呀。 老顾客那是不能得罪的。 还有老员工也是不能得罪的,一个属手那是多少个生手都比不上的。 空调要给足,这大夏天不开空调客户待不住的。 说着说着,他们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有点尴尬地望向我。 我心里冷笑,面上皮笑肉不笑,没事没事,是我的问题了。 原来他们不是不知道怎么样对店子好啊。 原来他们只是不想我那么好而已。 呵呵,很快,隔壁的早餐店开业了。 本来我只是想让他去开店,分散一下父母的注意力而已。 开得好,他们可以不来找我的麻烦。 开得不好,他们亏点钱,我也出点气。 哪知道,郭建邦居然会捅出这么大的篓子。 隔壁开业了,索料不错,是一家综合性的早餐店。 有炒饭,炒粉,也有汤面,小笼包等等。 里面的搭配也很有讲究,可以看出店子请的厨师对早餐行业很了解。 装修得也很豪华,门口堆满了花篮,还请了人专门主持唱歌。 开业酬宾,做的活动也很大方,门口顾客络绎不绝。 爸妈一大早就来了,穿着崭新的衣服,乐得何不拢嘴。 路过我的店子的时候,还特意把我给叫上,让我去看看哥哥是怎么开店的。 我心里却在狐疑,这是开的什么加盟店? 似乎没有听过这个美食品牌啊。 不过我也松了一口气,不管如何,至少父母这段时间顾不上我,我的生意很不错。 在群里道了歉,又特意做了充值的活动,老顾客还另有优惠,一番操作下来,之前的老顾客也顺势回来了。 我包了一个红包,就跟着父母到了门前。 父母跟门口唱歌的主持人打了个招呼,进去后又跟顾客打招呼,帮着招呼客人,让他们吃好喝好,还询问了一下顾客对口味的看法,忙得不亦乐乎。 转了一圈后,父母招呼火寄上了两碗面。 至于我,那肯定是不配吃的了。 爸爸一边吃,一边假意埋怨,你哥呢? 忙什么去了? 一大早出去了,怎么店里没看到人? 妈则红光满面地说,哎呀,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大老板要忙自己的,店里这些小事有伙计帮忙就行了。 吃完,两个人小嘴一抹,准备去隔壁我家面馆,薅点纸巾擦嘴。 刚一出门,就被人拦住了,你好,你二位还没有付钱。 我爸不干了,这我儿子开的,我是他老子,我吃面还要钱。 我妈则不屑地道,小姑娘,你看清楚了,我们是你们老板的爸妈,以后认清楚了。 小心我让我儿子开除你们。 小姑娘看他们说得理直气壮,有点耸了,小声嘟囔道,老板不是说他的爹妈都在国外吗? 我听到这话,再看看这店子专业的样子,隐隐闻到了瓜的味道。 果不其然,在父母和他们争吵起来以后,从人群后方冲出来一个穿着厨师服的汉子,嘴里嚷着,谁说是我妈? 我妈在哪呢? 看着面前这个人的衣着,我妈呕了一声,你是大厨吧? 我不是说是你的妈,是你们老板的妈。 汉子急了,老子就是这个店的老板,你从哪来的? 第一天是要砸厂子吗? 我爸连连摆手,不是不是,我说是你们老板的爹妈,郭建邦,我们是你们郭总的爹妈。 汉子气死了,一挥手指着墙上的营业执照,老子就是老板,这个店就是老子的。 郭建邦是他喵的谁? 爸妈一看,傻了,那上面确实没有郭建邦半个字,两个人小声商量着,是不是加盟店不能写他的名字啊? 我看你们就是来砸厂子的。 老子今天第一天开业,你们就来砸厂子。 报警,当我好欺负的。 说完,汉子便要打上来,旁边的伙计赶紧劝阻,一时场面很是喧嚣,而我则悄悄退出了这场热闹。 后来,我是在橘子里接的父母,两个人鼻青脸肿,崭新的衣服已经变得皱皱巴巴,比衣服更皱皱巴巴的是他们的心。 郭建邦跑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再满足于打麻将,而是迷上了网赌。 之前只是小打小闹,突然有了父母给的开店的钱后,胃口变变大了,开始翻着花样的碗,一下子就沉迷了进去。 据父母说,郭建邦借着开店的名义向他们拿了好多钱,前后大概有六十二万。 现在这六十二万连同他本人一起消失了,电话也打不通。 爹妈浑浑噩噩地回到家,手机突然响了。 他们连忙拿起手机看。 哦,原来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群。 大伯母,听说建邦跑了。 找到了吗? 他还欠我十万块钱呢。 对哦,舅妈,他也找我拿了十万。 建邦要是不建了,你可要还给我们呢。 我这刚生孩子,还有我还有我。 大姑父,我是听你们说建邦要开店了才借给他的,这个你们要负责呀。 大伯母,别想着赖账,你们家老家地皮还在我手里呢。 看到这些消息,妈妈抖了抖嘴,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来,两眼一黑,便晕了过去。 爸爸有些麻木,捏着手机半天不出声,死死地盯着屏幕,良久才转过头来问我,贷款是什么? 摇摇头,眨眨眼。 我拿过手机一看,上面赫然是一条网贷的欠款消息。 看来郭建邦还用父母的身份借了网贷,而他们不知情,很配合地进行了身份验证,摇摇头,眨眨眼。 郭建邦用父母的身份贷了十八万,连同之前的各种借款,加起来近二百万。 我也没想到这个局面。 本来想设局让郭建邦开一个店,想着以他的资质自然是开不好店子的,没想到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开店,只想着用这个借口可以找爹妈要钱,还把亲戚朋友借了一个遍。 而眼看儿子开店无望,还欠了一屁股债,父母的目光又转向了我。 他们又开始闹腾了,你不能不管我们呢? 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着大,你怎么就这么狠心这样对我们? 生你一场,养你这么大,就养出了你这个白眼狼。 你们大家看看,这家店的老板就是这样对付他的爹妈的。 一大早,父母便刻意穿得破破烂烂的,有凳子不坐,直接往地上一躺,就开始撒泼打滚。 自从郭建邦失踪后,父母便重新赖上了我。 之前他们忙活加盟店的时候,我趁机便提出了搬出来住,自己租了一个小单间。 他们做着发财的梦,也懒得管我。 现在他们就三番五次地到我的租房闹腾,先是威逼利诱,后来又卖惨掉泪。 见这些没有作用,又开始在店子里闹腾。 起初是在店子里默默帮忙,客客气气对待客户,企图感化我。 看我没有反应之后,又开始独自坐在一边掉眼泪,跟每个客人讲他们的悲惨事迹,成为我小店的独特风景。 在后来,见我对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无动于衷后,便有了今天的撒泼打滚。 正是早高峰,门口吃面滴人,排了一长牌,都在看戏,还有的拿出手机在拍。 父母越豪越带劲,这是一个黑心老板啊。 你们吃了她的面,也会变黑心的。 她不给我吃,不给我穿,还打我们呢。 他们甚至在别人的手机前撸起袖子,指着自己的脸。 你们看看,这些都是被她打的。 养了她一场,这就是报应啊。 吃客和行人看了看,果然脸上和胳膊上还有淤青,便开始偷偷议论起来。 好像是真的,女儿打妈,太不像话了。 之前好像是看到这两个老人在这家帮忙,态度还挺好的呢。 再看看,让子弹飞一会儿。 外面讨论的热烈,我去后厨洗了洗手后,招呼服务员接替我的位置,便走到了门口。 对不起各位啊,跟家里人有点矛盾,让大家看笑话了。 为表歉意,今天所有来店里吃面滴,都免费送一个鸡蛋加一杯绿豆汤,天气热,给大家解解暑。 说完,又搬了两把椅子给爹妈,说,你二老,累了可以坐着歇会儿,没累就请继续。 听到今天有免费鸡蛋,人群中起哄着爆发出了一片好声,手机也都收了起来。 吃人家的嘴软,本来嘛,大家也都是凑个热闹,相对于不知真假的家长里短,那还是自己的鸡蛋比较重要。 至于我,以前会被他们要挟,只不过是在意亲情而已。 只要我不在意亲情二字,他们便再也不能威胁到我什么。 而随着他们俩的闹腾,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咱家今天送鸡蛋,门口不一会儿就排了一条长龙,比之前人数还多。 随着人数的增多,人群中也传出了不同的声音。 这老两口好像就是前几天在隔壁闹事的那两个人吧? 对对对,是他们,该不会是专业闹事的吧? 看人家生意好,又到这家来闹事了。 看舆论转向了,爹妈开始出狠招。 我跟你们说,他们家用地沟油,吃了他们家的面,会拉肚子。 我是老板的妈,她用的什么材料我一清二楚,你们不怕死就吃。 人群中有了短暂的面面相去,但是很快有人不干了。 我在这里吃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拉过肚子。 他家的油面是我送的,都是大品牌,你可以污蔑我的人品,但是不能污蔑我的油。 还有老顾客开始骂,其中就有那个小老头。 这爹妈还好意思说是来帮忙,之前我吃个面,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我看是来帮到忙的。 这老板挺好的,倒是这爹妈连个纸巾都不让用。 我在这家老吃,听说老板被他们这老两口欺负得很惨,全家子的钱都是老板出。 舆论彻底转向,在地上撒泼的爹妈急了,瞪着两眼恶狠狠地回骂。 这番态度更是暴露了他们的行径,惹得人们指指点点。 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口子,一个大娘挤了出来。 剑帮娘,快回来。 剑帮有消息了。 两口子眼睛一亮,麻溜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一路小跑走了。 确实是有消息了,来自橘子里的消息。 原来郭剑帮手拿二百万,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他虽然学习不好,但是好歹也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知道赌博是一个亏本的买卖,赌到最后都是要输的。 所以他转换了思路,开始做庄家,学着别人抽流水赚钱。 他逃到了外地,租了一个房子,摆上各种桌子,购买各种道具,热热闹闹开干。 也不知道他从哪找来的人,小房子里每天都挤满了人。 还没干半个月,就被房东和邻居举报了。 而这次他的罪名是开设赌场。 局子里,郭剑帮垂头丧气,豪着要爸妈拿钱赎人,爸爸给了他刷刷两巴掌, 气得说不出话,妈妈也再次晕了过去。 两个人双双住院,而我同时也拿到了一份鉴定报告。 我拎了一些水果去看望二老。 路过护士站的时候,护士长把我拦住,口气不太好, 你们一直没有缴费,今天必须交了,要不无法治疗了。 说完转头就走,像是避瘟神。 我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两口子在病房里各种折腾, 把护士医生都当作服务员,对他们大呼小叫, 打个针打疼了都会说他们医德不好。 我对着护士长点了点头,没有在意,走进了病房。 一进去,两口子就开始骂, 你这个没良心的,快去交钱,我们把你养这么大是图神吗? 叫你去找关系,把你搁捞出来,你去了没有啊? 快点给我搞饭吃。 老子饿死了,养你还不如养一条狗,早知道当初就不要你。 我把水果放下,拉开了一个椅子,淡定地坐下。 是的呢? 叔叔阿姨当初还真的不能要我。 听到我喊他们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脸的震惊,好像在说我有毛病。 我把鉴定报告甩在床上,两个人拿起来看了看,眼睛中开始流露出心虚。 那是一份亲子鉴定报告,上面显示我和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之所以会去做这样一份亲子鉴定,是因为我想起来之前郭建邦和我吵架的时候, 曾经说漏嘴,你个丫头骗子,拽什么? 你不就是我家买? 当时,他后面的话被我妈给捂住了,我却留了一个心眼。 没错,我是他们买来的,别人都是买儿子,他们是买女儿,买来当丫鬟。 他们想要一个女儿来给他们当牛做马,小时候做做家务,长大了赚钱养家,甚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个童养席。 郭建邦显然知道这些,所以对我一向不屑。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时候他望着我的眼神中还带着猥琐。 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女孩,无非是因为普天之下,女孩最容易心软,手拿亲情利器,拿捏一个从小却爱的女孩,轻而易举。 我斩钉截铁,过去给你们的钱财,便是我回报你们的养育之恩,从今以后我们再无关系。 如果再来我的电子骚扰,我会直接报警。 两口子还是没有搬出病房。 他们见没有交钱,医院虽然催促,但是也没有赶他们,干脆就赖在了病房。 在这期间,还试图找关系,想要捞锅剑帮出来,但是没有成功。 当时还在局子里大闹了一场,差点和他们的儿子进去作伴。 在医院住了一阵子后,他们还是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老家的地皮已经被亲戚卖掉底债,他们只能租个小房间。 因为还欠着亲戚不少钱,大家也都不待见他们。 生了一场病,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就只能这样一直不死不活地熬着。 有关于当年的信息,我也去做了笔录,等待他们的会有法律的制裁。 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我也记录了个人信息,采了血,方便他们去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但是对于能不能找到,我并没有抱任何的期待。 经过这样的一场,亲情二字在我心里已经碎得稀巴烂。 找到也好,找不到也罢,都无所谓。 我的分店也已经成功开业,我规划着以后要做一个连锁店,我要做餐饮的龙头,我要飞得更高更远。 而我目前最苦恼的,那就是改名字了。 我原先的名字是郭建南,你们说我该改成什么呢?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同学会上,从前的同桌忽然走到我面前说,你还记得初中霸凌过我的事情吗? 交谈生戛然而止,所有人都看向我。 就连千万级网红同学的直播镜头都对准了我。 全世界都在等着我自证。 我扯扯嘴角,直接掏出足有五百页后的笔记本。 我何时何地欺负过你,你说出来我们对账。 谁家好人天天写日记啊? 在下不才,大十岁起就有被迫害妄想症。 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朕,所以早就留了一手。 小学的时候被冤枉偷发卡。 他们空口白牙说我是小偷,还让我自证。 小团体仗着人多,你一言我一句地污蔑将我淹没。 我没有朋友,没人撑腰,只能咬紧牙关掉眼泪。 最后这事情不了了之,没人找我麻烦,更没有人还我清白。 可从此在我的内心留下一个疤。 就这样,我患上被迫害妄想症,认为总有刁民想害朕。 于是从十岁起就开始写日记。 笔记本上没有天气,没有心情。 记录的全是一笔笔恩恩怨怨。 也可以称之为记筹小本本。 为的就是被冤枉的时候,能够把清晰的时间线罗列出来,让他们哑口无言。 后来网上流行的心眼子练习,我也没少做。 其中一道心眼子题目就是。 如果在同学会上,有人突然问你一句, 是否还记得从前欺负过他的事情,你该怎么回答。 我当时跳过了这道题。 因为有记筹本在,我根本不需要担心。 可就是这道荒谬的心眼子练习题,却照尽了我的现实。 十年没有见面的初中同学,忽然在群里喊开同学会。 因为自由职业的原因,我平时身边没什么朋友,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结果刚开餐,一个短发女生就姗姗来迟。 她的身材可以说得上骨瘦如柴。 虽然化了妆,但依旧能感受到一种惨淡的苦笑。 挂在脸上的笑很淡很假,像是戴了一副面具。 眼波流转间,总有种薄情寡义的算计。 学过一些面向学,我不想和她过多接触。 听到她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我从前的同桌詹书瑶。 说是同桌,其实也没相处多久。 班上位置不固定,都是按照成绩每月换的。 可我没想到,我没去找詹书瑶。 詹书瑶却主动来找我。 参加同学会的人当中,有一个千万级别的网红。 从进门开始,陈娇娇就一直在直播。 陈娇娇很能说,从前她就是一个挺八卦,什么事情都能说出去的人。 她在我携前方坐下,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嘴里一边咀嚼,一边仍在说个不停。 就在这时,詹书瑶跑到我面前,举着一杯酒。 水灵灵地进了直播镜头。 她来者不善,脸上是一抹不易察觉的讽刺,说话阴阳怪气的。 许怀恩,你初中霸凌过我的事情,还记得吗? 詹书瑶的样子,看上去就像那种韩剧里受尽欺负的女主。 多年后,丑小鸭变白天鹅,华丽登场。 来到始作俑者面前放肆挑衅,看尽对方的大惊失色。 还要装作一副大度原谅,不再计较的样子。 这是个多么敏感的话题呀。 詹书瑶这话一出,所有人都不再交谈。 嘈杂喧闹的包房变得鸦雀无声。 包厢里的同学都在看我,各怀心思。 陈娇娇举着直播镜头,把全景展示出来。 给我的脸部来了个清晰的特写。 直播间一下子涌入了几千号人。 他们都在翘着嘴角,等我自证。 霸凌者该死。 这个女的一看就是那种刻薄嘴脸。 我就是被霸凌长大的,我太清楚这种孤立无援的感受。 你们绝不觉得这很像一道心严子练习题? 不是,谁会拿这个来开玩笑啊? 而且还是同学会上。 受害者有罪论的能不能滚。 我觉得如果那个女生没有做过坏事,但想要自证很难吧? 楼上的你是在共情霸凌者吗? 估计你也是霸凌者吧? 虽然我在这一瞬间,脸上的确流露出一些茫然不解。 但这并不是慌张和心虚的表现。 我也在思考詹书瑶搞抽象的可能性,所以就问了一句。 你确定吗? 你说我霸凌你,什么时候的事? 占书瑶轻蔑地扯扯嘴角,看向天花板,随后还猛吸了下鼻子。 看上去好像在墙忍着泪水。 你把我关进厕所,往我身上泼水。 你还把我锁在办公室一整晚。 你把文具盒里的笔全给我折断,害我没办法考试。 算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做什么?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释怀。 怀恩啊,我不打算恨你了。 喝了这杯酒,我们和解吧。 他将酒杯倾斜。 我看着那摇晃的红酒出神。 如果我真要是跟他碰了杯,岂不就是坐实了我霸凌者的罪名? 我伸出一根手指,拨开了他的高脚杯。 随后我站起身,与詹书瑶平视。 我这个人从来不会蒙受不白之冤。 之前我还以为你在搞抽象。 现在我发现你是认真的。 詹书瑶,我发现我真的搞不过你们这些离谱赛道上的天赋者。 詹书瑶本就是有备而来。 之前的铺垫无非是以退为进,逼我下不来台。 他怎么可能真像他嘴上说的那样,是来与我和解的? 徐怀恩,看来真就像网上说的那样。 恶人永远不知道自己做了恶事。 你凭什么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话? 十年来,我日日做噩梦,梦里都是你丑陋的嘴脸。 你给我带来了怎样的心理创伤,你知道吗? 他眼眶越来越红,直至掉下一滴眼泪。 发抖的手指,颤微微的身躯,以及抽搐的面部肌肉。 如果是其他人,看见他这样的神态,心里真的会虚一下。 可我不会。 我挺直腰杆,非常笃定,确信地回答他。 詹书瑶,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要当演员,请不要拿我练演技。 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应该知道造谣会付出代价。 欲是一张嘴,证据是没有的,眼泪是啪哒啪哒的, 要是这都能行,律师行业直接和哭丧行业合并得了。 詹书瑶拔高音量,贡献了一幕韩式演技。 你不要威胁我。 从前我就是被你威胁,现在你竟然还想威胁我。 你当我是从前那个软狮子吗? 你明知道,这种事情很难取证, 可是你霸凌我就是事实。 我被詹书瑶喷了一脸的唾沫。 擦脸的时候, 他突然朝我逼近一步,压低声音。 怀恩啊,我给你台阶你就该下的。 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这种事情你说得清楚吗? 怎么说不清楚? 我从包里拿出一本五百页后的日记, 拍在他脸上。 既然他执意要让我难堪, 也别怪我让他射死。 看清楚了, 我这十年发生的事情都记录在案。 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吗? 你说, 我把你关在厕所, 还往上面泼水。 请看, VCR。 我已经请人帮我把笔记本上的内容 投影在了包厢墙壁上。 3月11日, 詹书瑶数学作业没写完, 害怕被老师责骂, 不敢回宿舍, 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他企图把自己临时弄感冒, 这样就不用做作业了。 可是不小心把自己繁琐在了隔间。 大家问他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詹书瑶打死不说。 这件事只有我知道, 因为我在隔壁便秘。 我的班主任能为我证明, 当时我蹲妈了是他扶我出去的。 5月27日, 分班考试前夕, 詹书瑶去老师办公室偷答案, 没想到年级主任那天被老婆赶出家门, 一整晚睡在办公室。 詹书瑶没机会折返, 打电话寻求我的帮助。 让我支开年级主任, 因为我是课代表。 通话记录我至今保存在电脑硬盘。 我一句句念着, 逻辑清晰, 线索明了。 自立行间都是对詹书瑶的当众处刑。 詹书瑶急不可耐地打断我, 够了, 十年前的通话记录你都有, 你这个人太阴险了。 这句阴险, 放在此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就连他自己似乎也慌了阵脚, 咬紧牙关不知如何收场。 直播间也热闹了。 天菩萨, 谁家好人写日记呀? 而且还清晰地罗列出时间线索, 大纪年表, 我学历史都没有这么认真。 这姐姐是给自己提前准备了一本喜悦录啊。 原以为是黑暗荣耀, 结果是黑人问号。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詹书瑶竟然还不想罢休。 时间太久, 这些事情可能是我记不清了。 但你虐待流浪狗的事情总是真的吧? 詹书瑶对着直播镜头开始哭诉。 那只小狗叫莱福, 我每天放学都会喂他。 可突然有一天, 莱福就再也不会欢天喜地跑到我面前汪汪叫了。 就是这个歹毒的女人。 我亲眼看见她迷于莱福, 抽打她, 给她灌水, 最后莱福死在了一个冬天。 从此学校里只有一座小小的坟营。 你就别狡辩了, 学校的监控都拍下来了。 詹书瑶抹眼泪, 眼角闪过一丝得逞。 这不奇妙啊。 比霸凌还要难以自证, 毕竟已经死无对证。 给来福治病的宠物医院也倒闭了, 根本拿不到诊断证明。 原本以为刚才我的一番自证, 会让直播间的观众冷静。 没想到突然涌入一大批水军刷屏, 全都在控诉我。 她好扭曲, 谁会做这种记筹账本呢? 她该不会是变态杀人狂吧? 而且她还虐狗。 小狗做错了什么? 短发小姐姐挺住。 这种变态心机一般很深的。 说我阴暗我认, 毕竟的确记账这种事, 正常人干不出来。 但说我变态, 首先虐狗这事就无法成立。 詹书瑶似乎已经默默松了口气, 觉得能按照原计划进行下去的时候。 我又拿出一个法宝。 没有人证, 难道我没有物证吗? 我早就知道文字会有纰漏, 某些时候也不够有说服力。 我手里有上千个剧的视频。 来福这狗养不熟, 每次我喂药它都很凶。 为了抓它去宝物医院治病, 我几乎跟它打了一架, 后来实在没办法迷晕了它。 我动作熟练地连接手机, 然后点击投屏。 饭店的网速很快, 不一会儿就出现了十年前的影像。 画面中的我面对镜头说, 现在是二十号的下午六点, 我准备绑架学校瘸了腿的狗子来福去宠物医院。 我一走近, 来福就对我呲牙咧嘴。 我实在没办法, 又回到了镜头前。 来福脚上的伤口深可见骨, 必须去缝针。 但狗子不配合我, 显然对我没有人与狗基本的信任。 现在我需要给火腿肠里加一颗药。 来福在吃了药后很快就一动不动。 这时可见画面有点摇晃, 是我提着来福正准备去宠物医院。 碰见楼梯上下来一个短发女同学。 她指着我就尖叫, 我看见你把来福迷晕了。 你饿了自己买吃的, 为什么要吃狗肉? 画面中的我往声音的方向愣了一秒, 然后对她破口大骂。 曾经我也是个叛逆少女, 哪能受这种不白之冤? 脑子进水了就多抖抖, 太阳这么大也没见得给你晒干了。 她显然是被我骂蒙了, 愣在原地。 我白了她一眼, 就静止朝前走。 走到校门, 我跟镜头解释说, 刚才那个神经病叫詹书瑶, 是我的同桌。 成天哭哭啼啼叽叽歪歪的, 动不动就说别人欺负了她。 书也不认真读, 红着个眼睛掉俩大鼻涕, 装什么坚强小白花。 我觉得以后这女的肯定要害我, 冤枉我虐狗。 到时候就把证据放出来, 结果还真被我说准了。 十年后, 詹书瑶就真的说我虐狗。 视频里这话出现后, 全场都惊呆了。 这个时候, 陈娇娇不可置信地捂着嘴巴, 尖叫道, 直播间人数五十万了。 另外, 有同学也兴奋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上热搜了, 头版头条, 爆了爆了。 这颇天的富贵来得如此猝不及防。 很多同学都立刻就化身为前线战地记者, 开启直播。 整个包厢充斥着一生生家人们, 老铁点个免费的红心等等。 直播间的人都在玩梗, 原以为是神经病, 结果是神预言。 中国人有自己的玛雅预言。 不对啊, 这个短发女看上去好熟悉, 好像上过调解节目。 但这一声质疑很快淹没在了各种梗里。 詹书瑶将在原地, 两颗眼珠乱转, 感觉脑子都要烧干了。 现在她要是立刻走掉, 虽然狼狈了些, 但不至于收不了场。 偏偏她是个极度要强的个性。 从前她就吃不得一点亏, 跟她坐同桌的短短两个月里, 我纵使极力跟她保持距离, 可她总有办法让人崩溃。 一度让我认为我会被她耗死。 从她刚才出现为止, 我依旧还分不清詹书瑶到底是想蹭流量, 还是她单纯有毛病。 毕竟她是个极端的高敏感人群。 做起来全世界都得让着她。 你的视频肯定被剪辑过。 如果你有办法证明这视频是完整的, 我就承认是我冤枉你了。 果然, 詹书瑶永远学不会及时止损这个道理。 刚才我就没慌过, 现在更加不会乱。 詹书瑶, 你一直喊我拿证据自证, 我拿了。 反倒是你空口白牙, 信口胡舟。 我觉得你应该弄清楚一个道理, 谁怀疑谁举证。 上语文课学过议论文吧, 论点有了你的论据呢? 你说我在糊弄观众, 你得先证明视频有剪辑痕迹。 你说我虐狗, 学校监控都拍下来了, 可你也没有拿出学校的监控啊。 众所周知十年了, 监控早就被覆盖, 根本没有找到当年监控的可能性。 我其实没必要陪你玩到这个地步。 像你这样的, 报警都没有人搭理你。 詹书瑶被我逼得节节后退。 他抖得厉害, 不知是害怕还是生气。 詹书瑶不断缩紧肩膀, 啜气连连。 看我这样, 你很满意对吗? 许怀恩, 你强势的样子还是跟当年一样。 非要把人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 你看我死了你才满意吗? 非要让我死了, 才能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吗? 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 有同学终于看不过去了。 看了这么久, 你也没拿出点实质性的证据啊。 一会儿说许怀恩虐狗, 一会儿说他霸凌, 你撒谎之前没打草稿吗? 怀恩是孤僻了一点, 但做人是没有问题的。 是啊, 我每次有不会的题, 怀恩都会很热心跟我讲的。 差不多得了詹书瑶, 再说下去就不体面了。 该不会是来额钱的吧? 詹书瑶忽然抱着头大叫起来, 一度让人以为他要变身了。 嚎了几嗓子, 好像嚎出了思路。 他开始双目星红地指着我们所有人, 无论好坏, 一通扫射。 你们帮着他说话, 是因为当年的霸凌, 你们也参与了。 说我污蔑, 那你们搞小团体, 在我背后造谣的时候呢? 直播间原本已经在说其他的事情了。 听到这话, 大家开始再次集中注意力。 该不会是全员恶人吧? 我看他情绪崩溃的样子不像有假。 他会不会真的是受害者? 毕竟你看那个叫许怀恩的, 准备这么充分, 身边的同学都站在他这边, 会不会早就串通好了? 只有加害者才会团结。 我有个大胆的猜测, 许怀恩做贼心虚, 早就知道受害者会闹这一出, 所以提前准备好了假证据。 就是为了让詹书瑶永远翻不了身。 短发女詹书瑶太可怜了,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反抗, 却被心机女降了一军。 我还是觉得没有人会拿自己的人声开玩笑, 在上万人面前自接伤疤, 况且他都哭了。 这又开始了, 受害者有罪论, 我陷入自证陷阱的时候会被骂。 有了证据跳出陷阱, 依旧还会被骂, 原因是准备得太充分。 于是警号詹书瑶, 残警号的词条也上了热搜。 詹书瑶无差别攻击, 引起了公愤。 同学们一个个皱着眉头, 不赞同地看着詹书瑶。 我身边的陈辰混得不错, 已经是个小老板, 生育受损, 直接导致公司效益受损。 他怎么能忍? 詹书瑶, 你自己好好想想, 谁对不起你了?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到底是同学矛盾, 还是校园欺凌? 你别搞上升啊。 那只詹书瑶指着开口的女生, 就咆哮了起来。 就是你曾宇嘉, 你造谣我母亲是站接的, 害得我母亲丢了工作。 我母亲是个多么温柔的人, 她受不了打击, 从此一蹶不振。 陈辰你也脱不了干系, 他们造谣的时候你添油加醋, 还把谣言传到了隔壁班。 你们知道那段时间我过得有多痛苦吗? 所有人都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 曾宇嘉, 陈辰, 周明明, 你就说你们做过这件事没有, 敢不敢赌咒发誓? 网上的舆论开始一边倒。 有的人同情詹书瑶的遭遇, 说起谣言的影响。 有的人也在说, 口头造谣这件事很难举证, 毕竟从前不像现在, 有网络痕迹。 这也说中了我的心声。 詹书瑶每一步棋都走得很妙, 之前是虐狗, 现在是造谣。 几乎是很难拿出证据自证, 却又是当今社会的敏感话题。 就算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 光凭一腔情绪也能在网络上掀起风波。 因为这是个浮躁的时代, 人们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很多时候, 话题能被炒热, 往往是人们在詹书瑶身上 找到了情绪发泄的出口。 关心真相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可他以为口头造谣, 我就无法自证了吗? 所有被詹书瑶指认的同学, 都汗流加倍了。 他们脸上充满了胶着神色, 想要证明却发现一切都很无力。 这时候还是需要我出马。 詹书瑶, 无论你想做什么, 但你要知道既然之前 我能够瓦解你的阴谋, 现在依然可以。 我许怀恩志在打造毫无破绽的人生。 晨晨, 麻烦你帮我把笔记本翻到123页。 晨晨一听到事情有转机, 手忙脚乱地跑了过去。 很快, 123页的内容 就展示在了众人面前。 我念到, 9月1号。 我想刷刷题, 詹书瑶闹麻了。 她和隔壁班的女生在说八卦, 讲曾宇佳常常出入赵老师家中, 脑补了一系列女学生 和男老师的苟且。 造黄瑶的人最可耻, 曾宇佳是班上数学成绩第一的女生, 詹书瑶就是极度她 能去赵老师那里补课。 果然没有多久, 曾宇佳和赵老师的谣言 就被传得满城风雨。 曾宇佳连着好几天 也没有来上学。 赵老师也被调查了。 詹书瑶打断我, 许怀恩,别人的事情你怎么也清楚。 她瞄准了我的笔记本, 那眼神凶恶的就像要扑过去撕碎她。 这时,几个同学站出来, 阻隔在中间, 向道道屏障, 将证据和我这个发言人保护了起来。 詹书瑶满头大汗地看着面前几人, 还在嘴硬。 你们这是造谣污蔑? 中间的同学脸上带了一丝讽刺。 你说的是你自己吗? 詹书瑶看不清我念到哪里了, 点起脚探头探脑, 可人家不许她看。 晨晨已经翻了一页, 我继续念叨, 赵老师恢复了上课, 曾宇佳也上学了。 但这个结果, 詹书瑶的妈妈却并不满意。 她闹到学校说, 詹书瑶成绩不好, 都是因为老师的区别对待。 她说她要告到中央, 本是较为包庇老师。 可赵老师给学生补课是免费的, 不收取任何财物。 到赵老师那儿补课的学生, 除了曾宇佳, 还有其他同学。 7号詹书瑶骂周明明烧伤的奶奶是巫婆, 周明明气不过说詹书瑶妈妈是座台女。 8号晚间, 詹书瑶大闹着要退学, 无人在意。 沉沉和人讨论游戏, 笑得正欢的时候, 无意间贴了一眼詹书瑶。 我的印象中, 沉沉是有点猥琐, 喜欢穿着暴露的游戏人物。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詹书瑶以为沉沉和男生们在屈屈她, 她回到座位上, 抱头痛哭。 詹书瑶问我, 说我也相信那些谣言吗? 我都不知道班上有关于詹书瑶的哪些谣言, 我只知道詹书瑶造谣了赵老师和曾宇嘉。 我实话实说后, 詹书瑶开始骂我。 我觉得这个女神经今后肯定要害我, 所以我必须要罗列一下整个造谣事件的始末。 我的一番操作, 可谓是把全网惊了一下又一下, 这又被解神预言了。 要问她为什么连别人的事情都记, 那是因为她害怕自己被牵连。 我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字里行间全是客观毫无主观, 毕竟她平等地当众处行了每一个当事人。 沉沉、周明明、曾宇嘉, 你也是没有放过我们。 不过这总比被污蔑校园欺凌他人要好得多。 詹书瑶见缝插针, 我也没说错吧, 你的确有造谣我。 她的这句话把三人团结了起来。 曾宇嘉, 那你造谣我的事情怎么算? 周明明, 你跟我奶奶道歉, 我就跟你妈妈道歉。 沉沉, 我那个眼神是害怕你, 不是凝视你, 你这人跟温神似的沾不得一点。 人们对信息的获取程度是有限的, 也不会对无聊的真相感兴趣。 这就是为什么造谣一张嘴, 替谣跑断腿。 而我的做法就是要把复杂的真相简单化。 无聊的过程离谱化, 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费脑子思考, 而是在吃瓜。 如果这样还是没办法看明白, 没关系, 网上有很多课代表。 总结就是, 短发女把同学之间的矛盾上升成了校园霸凌。 短发女先造谣同学和老师, 短发女的妈妈也不无辜, 自己女儿成绩不好, 就告老师告教委。 细思极恐了家人们, 相隔十年跑来算账, 还赶在网红同学直播的时候, 要是换个人, 估计就算有一千张嘴都说不清楚吧。 詹书瑶的眼珠子又开始咕噜乱转, 我知道她又要出招了。 我真的很好奇, 詹书瑶到底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把我拖下水? 把她逼到这个地步, 她是时候亮出底牌了吧? 果然不出我所料, 詹书瑶的神色严肃冷静。 走投无路的她, 放弃又不甘心, 只能放手一搏。 许怀恩, 你的粉丝估计想不到, 温柔治愈不过是你的人设, 实际上真实的你, 阴暗可怕。 我说得没错吧, 穿金甲大作家。 你单凭一支笔, 把受害人写成加害人, 让一个弱小无助的女孩 被攻击网爆。 你说你的作品没有原形, 那为什么笔下的女反派 和我的邻居姐姐如此相似? 我看见同学们都在做同一个动作, 就是拿出手机, 开始搜索我的笔名和作品。 这让我很窒息, 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一个场景。 强烈的耳鸣让我眩晕, 耳畔詹书瑶的控诉越发清晰。 我的女邻居被丈夫殴打毁容, 你在书中的女反派也毁容。 她是孤儿, 你书中的反派也是孤儿。 真实的她是被家暴的受害者, 在你的书里却成了道德败坏, 自食恶果的坏人。 你这个扭曲事实真相, 媚男艳女的恶臭作者, 把我笔名就已经够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 她似乎很清楚, 作者这个行业最怕的就是被误解。 丑女艳女媚男, 是她们攻击一个女作者惯用的武器。 简单又非常有效, 只需要断章取义地曲解一两句话, 就能把脏水泼你脸上。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可我要证明这句话在我这里没用。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我的评论区就涌入了大批黑粉。 他们甚至都没点一下证文, 就开始跟风辱骂。 艾南杰写的文章真牛, 那就祝愿作者也经历同样的事情。 小学没毕业写出的低智商作文, 回炉重造吧, 撒把米在键盘上击都比你啄得通顺。 杀臂女主杀臂文杀臂作者, 是一样的脑子臭气熏天的文字。 这样的谩骂我经历过无数次。 我承认即便我有好几本砖头一样厚的账本, 但依旧无法完全跳出自证陷阱。 我曾经试图跟他们掰头, 阐述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前面有伏笔, 后面有证明云云。 后来我意识到, 我拼命去解释自己的文字, 何尝不是一种自证。 说明自证陷阱在我每个人的身边, 无处不在。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已经逐渐接受它, 正是它的存在。 所以我根本不是因为我的账本才拥有了底气, 而是我早就在心理上也战胜了它。 看见我面色平静, 丝毫不受网爆的影响, 展书瑶脸上那一丝得逞, 缓缓凝固了。 展书瑶, 我以为你直到最后才肯亮出来的底牌, 有多亡诈呢? 结果就这样。 我问你, 你看过我的书吗? 你看完了吗? 展书瑶自以为准备充分, 耿着脖子对我说, 你这本是新书, 还在连载。 你当然可以死撑着否认, 然后回去就更改大纲和人设, 到最后依旧能每每出版。 但目前的部分已经很说明你就是借鉴了我的邻居米小莲。 他的事情一度闹上新闻, 新闻上说的事情在你的文中都能找到对应。 之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救, 但你又怎么解释, 你文章中女反派和我邻居姐姐多处雷同吻合的事情? 你该不会说纯属巧合吧? 世上哪有这么多的巧合? 单看这些证据, 拆开来一个个地找对应, 还真像展书瑶说的那回事。 放在外人眼里很有说服力。 但作为在这行打拼多年的内行来说, 七个葫芦娃和白雪公主单独拆出来看, 都能找到雷同。 公众对于有一定专业门槛的瓜, 是吃不明白的。 詹书瑶的指证不需要专业知识, 我去解释却必须从专业角度去寻找方向。 我按常规方向去做, 就是着了她的道。 你的女邻居这件事闹上新闻, 是在去年的九月份。 而我的文章开始连载, 是今年的三月份。 看似中间相差了半年, 我完全有可能参照它作为原型。 可是你不知道, 我开始存稿的时间, 要比这早得多。 詹书瑶好像正等着我这句话。 那你能证明你开始存稿的时间吗? 她眯起眼, 像一只得意洋洋的狐狸。 这让我想起, 之前我的电脑坏过一次, 就是今年年初的事情。 我想就是那个时候, 她看到了我的电脑里的文稿, 同时还通过浏览记录, 查出了我的笔名。 而我这本书所有的大纲和灵感, 也在那次修理中被轻得干干净净。 我只能把十万字, 重新写了一遍。 我要事先申明一点, 你口中的女反派于佩文, 根本不是反派, 她是我文中的第二女主。 作为双重人格出现的复仇天使, 这可不是我临时修改的内容, 而是我已经写好的存稿。 詹书瑶, 不要小瞧一个作者全文存稿的能力。 看见这个一件发表了吗? 我将把他剩下的五十万字全部发出去, 我根本不需要向你解释我书中的伏笔和反转, 大众有眼睛, 他们自己会去看。 在詹书瑶惊讶的目光之下, 我的近百章小说在五分钟之内尽数上传于网上。 如果我真像詹书瑶口中那样, 把受害者写成反派来羞辱, 那么这个举动就是我捶我自己。 而詹书瑶口中的邻居姐姐的事情, 我根本没有看过。 我完全不担心两者真有什么过度的相似。 詹书瑶这下是真的无法扭转局面, 他手里的牌用光了, 而我的手里看似无牌, 实则道道王诈。 他瞪着双眼支支吾吾, 半天就才嘀咕出一句, 你怎么能这么干? 包房门被敲响, 詹书瑶引来了帽子叔叔。 这件事影响太大, 造瑶超过一定数量就会调查。 更何况我这次事件的转发量早就超过千万。 显然詹书瑶并没有任何做错事情的内疚。 走的时候又是跺脚, 又是大哭。 死降着一张脸, 就是不悔过, 把所有人又都数落了一通。 可同学们都懒得搭理他了。 詹书瑶离开后, 包房安静了几秒。 同学们站起身, 对我肃然起敬。 来, 我们为这位正义的笔杆子鼓掌。 詹书瑶并不是不懂法。 相反他从始至终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事情成功了, 他能通过一波流量赚得盆满钵满。 还能以这次操控舆论的精力, 去公关类公司应聘。 永远不要低估了人性, 在许多人心目中, 利益排在道德之前。 如果詹书瑶成功了, 他的确是很有市场的。 事情失败, 他依旧能全身而退。 只需要以不明真相为由, 把责任全推给可怜的女邻居。 詹书瑶自以为这一系列操作, 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可他太小看民警的办案能力。 女邻居米小莲全都交代了, 同学会上种种对我的污蔑造谣, 都是詹书瑶精心筹划。 米小莲长期遭受家暴, 数次求助无门, 他需要社会的关注。 詹书瑶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他曾经是地方台调解类节目的演员和编导。 经他策划的几个栏目, 引起过小小的热议, 收视率不错, 讨论度也比较高。 有成功经验的詹书瑶, 自认为已经洞悉人心, 能将媒体舆论玩弄鼓掌之中。 而在对峙的过程中, 我也能感受到他招数的精准。 他表面上针对我, 实则在针对背后的人群, 一味地调动情绪。 如果我不是一个足够冷静 且有点异于常人的人, 将轻而易举被他带到沟里去。 詹书瑶不仅策划网报, 还盗取了我的文稿, 损坏我价值过万的电脑。 除了造谣诽谤, 还涉及多项罪责, 已经不仅仅只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这么简单了。 至于我, 詹书瑶没得到的流量全都转移到了我这里。 我之前早就写好了全文, 按时按点发文, 是为了积累热度。 现在这颇天的富贵降临到我头上, 我求之不得, 全文发了一点不吃亏, 反而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关注。 虽然真相大白, 但依旧有人不顾事实, 来我的书本下辱骂我。 直到女邻居米小莲发表声明, 称一切都是詹书瑶的策划, 书中女主有参考原型仪式, 是碰瓷造假。 让那群憋足了劲, 在我评论区煽风点火的人, 彻底掩齐西谷。 至于之前那些仅凭詹书瑶污蔑, 就跑来我评论区留下的恶丑发言, 我一个都没删。 为什么要删, 是他们的污点, 又不是我的污点。 我评论区煽风点火。